说真的 这等级三的奖励箱啊 还非常的难找 咱找了半天 只不过才找到 我们刚才的这几个 找了很久 终于又找到一个 等级三的奖励箱 赶紧给它打开 看一下 走你 银色王冠 还是有点可惜的 是银色王冠 如果是金色王冠就厉害了 那这样的话 直接可以将我任意一个 成绩宝贝变成六威 再来 又是一个吃剩的东西 吃剩的东西 非常适合妙娃花的 特性胶囊 花了一点时间 了解了一下 这个特性胶囊 原来特性胶囊 它并不能修改 隐藏特性的 比如说我们的班吉拉斯 它有两种 平常普通的属性 就可以通过特性胶囊 把它修改成 另一种普通的特性 这还是有点可惜的 毕竟它不是 隐藏特性胶囊嘛 但是对于我们接下来 比如说在野外 抓到一些 比较高的个体的精灵 或是闪光的 又舍不得扔它 它的特性 又不是我们满意的 也可以用它来修改 总的来说 也非常不错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生存 还希望大家帮忙 长爱播视频的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过3000 小绿就加速更新 下一期视频 另外想要在手机 或者电脑上玩的 同款三级宝贝 小伙伴们只需要 打开你们QQ搜索 后面的字符 在群文念下载即可 手机电脑的教程 也都在里面 找着找着 我们找到了一个 飞行系的道物馆 既然来都来了 就好好挑战一下 证所诸之 飞行系是被 岩石系 电系 兵系 所克制的 因为我们班吉拉斯 还是有个岩石系的技能 并且伤害非常的高啊 足足有100 我们就给他超进化一下 然后使用监视攻击 不出意外 可以将他们 直接给秒掉的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看来不行啊 兄弟们 他这个监视攻击 总是为他躲掉 我们再试一次 不信了啊 诶 飞行有用啊 因为我们带了 第六代的学习装置 不管是不是 苍想打死的 他都可以获得 相应的经验 非常舒服 苍想也是很快 来到了80级 这里我们就 顺便打着道馆啊 因为飞行系道馆 我们也没打过 正好给我们苍想 试一下等级 非常不错的 这打着打着 苍想就来到了100级 非常舒服 原来这个老六 躲在树上面 OK 没有问题啊 那我们就开始 给大家来一场 精彩刺激的解说 看一下道馆 馆主的实力如何 按照我们 打这么多年 道馆的经验 他应该会把他 首发的精灵 几句话 不多说 选择无极泰纳 放在首位 用几句炮干他 对方首先使用了 波克基斯 波克基斯是妖精系的 我们如果选择用 无极泰纳的 几句炮 由于几句炮 它是龙鼠性的技能 对妖精系是没有作用的 选择用苍想的 巨兽伞 这个巨兽伞 也是跟几句炮 差不多的效果 在敌人是 几句化的状态下 会打出一个 成倍的伤害 非常好用 来吧 巨兽伞 直接秒掉了 这个伤害太牛了 不愧是bug般的存在 等一下 旁边好像刷新了一个炎帝 大家看到没有 我先不打了 我自杀一次 甜蜜的 死了之后 这炎帝刷没了 有点可惜 看来我跟炎帝之间 没有缘分了就 我靠我靠 我靠我靠我靠 等一下 什么东西 裂空座 什么鬼 什么鬼 裂空座 那我们就 勉为其难 把裂空座收下吧 来 我们赶紧跟上去 开始捕捉 由于我们大师球 只有一个 所以为了节约 我们还是先不要去 使用它了 先使用妙娃花 消耗一波血量值 再用猫幼产 使用点到为止 裂空座的伤害 应该是蛮高的 这裂空座的伤害 是真的高啊 没事 我们把它催眠了 就可以了 把你催眠了 然后我们用吃剩的东西 还能进行回血 这 这不是无赖流啊 兄弟们 这是智慧 这是策略 在临走之前 再给裂空座 来一次催眠粉 看他大家睡着了 妙娃花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换出猫幼展 来一发 点到为止 哦 0.4%的血量值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容易 尤其是现在处于晚上 我们就可以选择 黑暗球 出来吧 黑暗大师球 一发 一发 一发中 一发中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成功呢 一发黑暗球 就把裂空座给 不好意思放错了 就把裂空座给抓住了 太帅了 这个黑暗大师球 永远得神啊 各位兄弟们 来吧 重新开始挑战 直接苍响 不出意外 他第一个精灵 开始急剧化 我们使用巨兽斩 秒掉 非常nice 直接使出第二个精灵 喷火龙 由于他使用喷火龙 那我们就选择 假鹤人蛙 但是我猜他应该要换精灵 直接掏出我们一手 班吉拉斯出来 果然没错 换出了热带龙 是一个草系 和飞行系的精灵 没关系 班吉拉斯会出手 我们选择监视攻击 因为他再怎么说 也是个飞行系技能 非常被我们岩石系技能克制的 他在天上 我们用石头砸他 所以就这么克制 兄弟们可以这么理解 尤其是在我们班吉拉斯 变成为 超级班吉拉斯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扛不住的 看一下 监视攻击 能不能把他秒掉 直接秒掉了 非常有用 对面又使用铁面忍者 铁面忍者是重属性 和飞行系的 也没有关系 也是被我们岩石系克制 来继续使用 监视攻击 又是秒掉了 七夕青鸟 七夕青鸟是龙鼠星河 飞行系的 弱点也是岩石系技能 我们继续使用监视攻击 看能不能秒掉呢 他对我们的伤害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攻击 好像 好像非常有用 又是直接秒掉 班吉拉斯看来这次能 一推六 对面又使出了随风球 他是一个幽灵系和飞行系的 肯定是被我们岩石系克制的 来来来 继续用石头砸他 好兄弟 打出致命一击呢 哇又秒掉了 非常简单 对面就剩一个喷火龙了 我们监视攻击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那来吧 看看能不能终结日常战斗 就看你了 监视攻击 走你 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 成功 打败了飞行系的道馆 获得了一个白语徽章 勇鸟猛攻的技能碟 他是攻击 然后威力120 命中率100 哇 这个技能感觉还可以啊 兄弟们 总结一下 今天还是非常nice的 首先捕捉到猎空座 打败了飞行系的道馆 还获得了以下非常多的道具 打丝球啊 想救围巾 吃剩的东西等等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生存 那就希望大家 长一波视频的点赞 点赞过3000 小力就光速 更新下一期 大家再见 拜拜 另外想要在手机 或者电脑上玩的 同海宝可梦的小伙伴们 可以留意一下 小力的主页 或者是置顶的评论 大家再见 拜拜